整体手掌底部厚实 上部偏弱 说明根基还不错 出身家庭条件优渥 但是后天运势一般 首先食指迅功才位偏弱 而且被杂文干扰 正才不稳 小指水星倒是很饱满 沟通能力不错 有点口才 食指缝隙比较明显 代表早年不余钱 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他也是川自长 川长人年轻的时候 比较任性 叛逆胆大 容易仓促做决定 所以说早年仗在家里条件 容易挥霍 那么到后天 智慧线和生命线融在了一起 也就是说他的右手 智慧线和生命线 倒是结合在一起了 那么说明成长之后 变得更加的稳重成熟 处世会三思而后行 发现三大主线有很多气泡纹 也就是导纹 导纹是代表能量的减半 那么有的时候 无法集中精力 做完一件事情 缺乏毅力和耐心 但是左右手智慧线都比较长 而且下垂 说明人很聪明 礼物能力也比较强 但是偏多思多虑 有的时候想的太多 感情线左右手 同时都出现了大倒纹 这个是烂桃花干扰期 反情伤会影响比较大 自己爱的人伤了自己 下镇的高级 完成了 一定比较高温的 留下自己的工作业 开箱 好